要整個機子 沒有 你在煮菜的時候 你不可以先另外一半開 拜託你再一半開 我們也是都要做 我們就要做 垃圾裡有蔥 必須歸類再生廚餘 清潔隊員跳出來歸勸 沒想到男子活氣越講越旺 想他做肥 你不要拿這麼大貨 我也沒意見 我想他做肥 你怎麼跟我打 我怎麼把你打 我整個床 你叫我拿做肥 男子而言相向 甚至標出國罵 讓清潔隊員好委屈 原來彰化從七月開始 嚴格執行垃圾回收分類 生廚餘 熟廚餘隨機檢查 假使沒確實分類 甚至整車退運 無法進場分化 生廚餘作為堆肥 像是水果果殼蔬菜等等 熟廚餘則是養豬廚餘 是煮熟過的食材 過去就曾有民眾反應 標準太嚴格 他說我感應心不凋懶 我只是跟你解釋 為什麼你這樣子要罵 因為我早上就被罵了 晚上又被他這樣子罵 我想說這樣子不行 民眾早也罵晚也罵 集成人員不忍了 決定提告 原來當時是男子的媳婦 丟垃圾時被規勸 原本還想幫家人出口氣 上前理論 最後破口大罵 為了急跟從被告妨害名譽 外加妨害公務被函送 建成政委居管任務彭新 章話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